中灵玉秀的灵山脚下 气势恢弘的建筑与宝像庄严的灵山大佛比临而立 范宫广场东侧是曼菲龙塔 南侧是五印坛城 所有这些均与灵山范宫遥相呼应 形成百川归海的意象 灵山范宫无论是陈设 建筑结构还是一砖一瓦都市艺术的精品 进去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金碧辉煌 范宫建筑气势磅礴 布局庄严和谐 总建筑面积达七万余平方米 造价约十八亿 进入范宫 犹如游走在梦中一般 整座宫殿美轮美奂 精妙绝伦 极尽奢华 满目金碧辉煌 瑰丽灿烂的艺术和独特深厚的佛教文化交相辉映 范宫的建筑形式突破传统 以食材等坚固耐旧材料为主 匹现佛教的博大精深与崇高 又将传统文化元素与鲜明时代特征相融合 大量运用高大的狼柱 大跨度的梁柱 刀耸的穷柄 精雕细琢的东阳木雕 敦煌济师的手工壁画 光灿夺墓地流离巨制 精致典雅的欧素浮雕壁画 技艺精湛的扬州漆器 灰弘大气的油画祖图 古雅精致的景泰兰须弥灯 精美的景德镇青花豆彩缸 这些汇集众多文化遗产 众多艺术瑰宝的艺术真品 遍布灵山范工的各个区域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演绎的淋漓尽致 令人目不暇接 唯为无穷 具有会议和演出多功能的范工圣坛 可以举行两千人的大型国际会议 休会期间 由林兆华和迅田等 组成了国内顶尖团队导演排练的 以弘扬传统文化 汽笛心灵智慧为主旨的 大型情境演出吉祥颂将每日举行 一组组如梦如幻的美妙景象将再现 奥运会地幕是神奇壮观的场景 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崭新体验 和难以忘怀的文化体验 灵山范工是无锡灵山盛景中的景点之一 灵山范工建筑气势磅礴 宏伟不局庄严和谐 高三层的范工采用退台式建筑布局 以南北为轴线 东西城对称分布 建筑面宽150米 近身180米 顶部为错落有致的五座华塔 后侧为曼陀罗形态的圣坛 2006年12月 经过六十余位全国文化 建筑 艺术文博工艺美术界知名人士 和佛教界大德高僧 佛学专家连续两天 慎重而热烈的研讨 基本达成共识后 中国当代佛教文化艺术博览会筹备 成为灵山范工的建设定位 确定了将灵山范工建设为 中国当代佛教艺术馆的目标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 灵山圣经三期工程竣工 一个美轮美奂的 佛教建筑群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8年11月23日 一座集文化 艺术 旅游 会议等功能于一身的 灵山范工正式开启大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Dither Harp 蒂永宝塔 半宫内的蒂永宝塔 以几十只白小博底 宝塔层叠而上 当宝塔正式开启时 整个范姑会暗灯 只有地有宝塔亮灯 随着半音缓缓上升而出 整个塔身流进 装饰反复 配合从天花顶射出来的色色灯光 给人震撼质感 范公镇宫之宝 是一幅巨型琉璃壁画 华藏世界 佛像的背景是五彩琉璃 不时变换着光芒 又香了黄金、白银 翡翠、珊瑚、玛瑙等七宝圣物 用金碧辉煌四字 已不足以形容其光彩 凌山饭工楼上有竞速自助餐供应 美味六十元 凌山饭工如素 品特色素食 勿一段修心之旅 凌山饭工素食 曾斩获江苏省佛教素食 美食节一等奖殊荣 坚持以素为魂 以雅为刚 以禅造景 以静信心的理念 通过饮食修行 让身心调和 与自然共融 是达到身心合一的精进之道 这些素食做工很精细 但毕竟没有昏食好吃 最看得上眼的是有七片西瓜和冰冻雪碧供应 我一连干了三分 一杯雪碧 真是晶晶亮 透心凉 临走还当着服务员的面 用空矿泉水瓶灌了一瓶带走 精美的十二生肖雕像栩栩如生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由十二种源于自然界的动物 按照数牛、武、兔、龙、蛇、马、羊、猴、鸡、豆、猪 依次排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杨、杨、牙、尽、李后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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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吉祥宗 吉祥宗是半空中一个值得推荐的表演 讲述了释迦牟尼佛为了追寻宇宙和人生的真谛 放弃了几一日时的破贵生活 历经种种场面最终觉悟成佛的故事 比较令人寒眼落惊和感觉新奇的是 表演是虚实相见的情绪 所谓虚表演采用270度环绕剧目 使观看有深迷起镜之感 所谓虚就是等环绕幕卷起后 真实的表演者会出现在逼真的实体道具里 表演是加弘以后各母三合的整个过程 林山吉祥宗是一副的铭声 光 变 综合演绎的音乐史诗真原情景局 视频里讲述的天道轮回 自然生长 表演生动 这是一座环形的剧场 荧幕从左只有180度 半圆形展开 演出时还有嘴年梦想很是壮观 不妨抬头望一望重点 一千五百盏金光灿灿的脸花灯 刹那街开启 金光灿灿的脸花灯 独目一叶 林山吉祥宗最深刻的就是半空内的装饰 真的很润涵 高大的内装 显得我那么渺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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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